大家好 早晨 歡迎大家收看今早的節目 拆落旺時間 比比在這裡 早晨 比比 早晨 現在我不叫比比 為什麼? 我叫做溫先生 好像那些蔡先生 我現在叫溫先生 感覺上專業一些 有些人評論說比比這個名字不太專業 所以我們不用了 我們現在叫溫先生 好的 你現在正名了 是不是? 正名了 溫先生 沒錯 好 正名了 找溫先生上來 但我也有點像18世紀、19世紀那些什麼什麼 羊毛運動那些朋友 沒錯 好 看看恆生指數 現在升近144點17252 其實也是跟隨外圍做好 你見到昨晚美股由大跌變轉升 單日轉向 也不是說幫不了 而且見到起碼A股先升 所以帶動港股 現在是可以的 那就是145點的升幅 指數方面 會不會說不會看得那麼淡 見到晚七早兩天撐得住 所以現在都樂觀了一點 還是還是覺得仍然難看呢? 難看一個事 永遠都難看的了 多好 很容易賺錢 我大概和星期一的時間都沒有改變了 都是說外圍還要擔心美國經濟的數據 應該講詳細一點了 美國經濟的成衰 跟著AI股的高低 跟著就是講一些日圓拆倉的多與少 和地圓政治風險 我都是拿四個因素去問一問自己 這四個因素 今天是向好還是向差 那就大致判斷 那這個星期來講就是外圍都是不明朗 雖然你說昨晚夾上來 但是都是說英偉達 或者是皮騷大俠講幾句 你本身 它還沒講你之前 其實是弱的 所以都是有一些 不要說搖搖欲墜 但是不夠膽對短期美股 看得太樂觀了 都是大型波動 那回來香港這邊的話 經濟數據又好像一般的 所以回到星期一跟你講的話 大概可能下面來計 17000點 17100我們就拿貨 拿上去 但是反過來 可能是17300 17400這些位置 我們會反過來看淡的 就是唯有在一個短的時間裏面 一個區間下面拿 上面沽 我給出來有些節目是做證股 所以我在證股的節目裏面 我就說 今個星期區間就寬一點的 這個168去到175 176的 所以我當你在170 171買牛的 就搜它八兩二百點 你可以選擇加注 或者到了就減了 反過來來說就是173 174就是開紅 就捱它一兩百點 這個範圍就配合著我們所說的證股的趨勢 我特別想說就是 我暫時看 似乎170這些位置都守得住 第一就是看這幾天 似乎都有些賣盤 第二就是臨近中秋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投資者覺得 這個內地股市會維穩 中秋打後就可能降準 如果沒有什麼新的壞消息的話 大家都夠膽170做一些好倉 這個位置暫時受得住 所以我們都是維持170 171就拿貨 但是升上去的話 我們又不是盲目這麼樂觀 而且反過來就是 你這幾天不是托著阿里 好像今天夾到highhigh的3690 也不是實際上那麼強 所以我就是維持這個區間 低賣高沽的一個策略了 OK 低賣高沽 一對的行政牛熊給大家看看 自己進行部署了 如果是恒指的牛證的話 我們看看66685 這幾天都是講這隻的 今天升上了6.8 49%現在 收回價是16877點 所以距離都舒服 有2%左右 槓桿35.9倍 一萬對一的選擇 另外就是恒指紅證 紅證方面有隻69078 這隻現在是4200 槓桿和剛才那隻差不多 和牛仔 39.2倍槓桿 都17671的 距離大概四五八點左右 2%的距離 街貨也有坐在這裡 怕夾高的時候又再下降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69078 69078 69078 指數紅證 另外個股方面 今天幫我市頂住的 就一定要數390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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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歡他 我有沒有記錯 我說不喜歡他 之前都有賺過錢 我想在115、117 其實沽下去 沽到103 我們是平的 然後我們又沒有再買牛 這個是真的 但當他上來的時間 我經常都承認 120、122應該是硬了我的頸 應該是有些的阻力 我又看不到近來有什麼特別的好消息 你說業績好、執行力強 這個是8月底的事 今天升四隻上來 就坦白說是有點意外 所以之前還說 18、120那些位 就去射擊他 這裡真的夾到嗨嗨 所以我想大肆的判斷 我們都準確的 騰訊、阿里那些都對辦的 但這隻呢 就真的輸了 那現在夾到1、4、2 因為是1、4、2 亂說 1、2、4 我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看到今早有其他朋友說 會看好去到150 會看有沒有一些call 牛去想 那我就說真的 我都很想給大家一些方向性的東西 但是對著這隻東西 我暫時先看看 不夠膽在這個位子 明明升四隻破了位 走去射擊他 反過來 你說這些位子再拿 那我大肆本身都不是盲目樂觀 你去到這些位子 又硬去買他 我就會覺得差一點 但是我承認 其實真的是破破的位子 下個的阻力位 其實如果說真的 你真的買牛 或者買call 你就不用看到150 現在124 128、130都閃了 就說這些 我提醒大家 如果都決定 或者 是已經 在穿了120 這些位子 已經追了牛 或者追了call 那你現在拿著 我想下個目標 就是看到 5月17號的高位 129.2 就算看當日的收市 收市 收市就不是沒有了 所以 我想下個位子 我還是看到 最盡 128、130 就閃了 那這裡 我不特別給大家 一個方向性 但是如果有貨 或者想買牛 就看著 剛才所說 5月17號的高位 就當著一個 短至中期的食物位 恭喜大家 如果真的買了 我真的夾到傻了 OK 好 3690 都給大家一對 如果好倉 可以看這隻 688、300 給大家一次 嗯 688、300 這隻 就說的是 4倍槓桿 說真的 夾了上來 那槓桿相對會比較低 688、300 這隻 就是 美團的牛症 你說 不是 我覺得它短時間 可能還有個 爆升的速度 下去 那我有隻 比較近一點 看看 有隻 這隻 2、1、3、6、4 這個是美團 call 來的 打給大家 2、1、3、5、6、4 這隻 就說的是 5.7倍槓桿 在這條街來說 算是高的 1號0.1 行使價方面 價外是 8.75% 所以很近 135.1 就屬於一個比較輕微架外的選擇 如果真的爆升到1、3、5 就很誇張 這隻 距離中性 2月到期 這隻是美團call 那 那 佔的話 有的 6、4、5、7、5 6、4、5、7、5 這隻 就是7.1倍槓桿的美團 紅症 現在獲三千半 這個 收回價 就是140元 140元 其實都 安不安全呢 就自己看 你知道美團要升上來 跌上來 真的很誇張 幅度很大 我覺得都安全的 你擺到140元 我先補充幾句 第一看到有些觀眾留言 都提到A股那裏 有些人就說 如果不是A股不生性 港股就不止17250元 我同意的 但是同一個角度 其實我有提出一個概念就是 大家反而要看實的A股 如果A股真的不去 人民幣又粒粒的 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反過來 A股都強的話 這件事其實對港股 真的絕對有幫助 那就不要硬撲了 第二件事就是 我有看到有朋友說 A股插到2700內 或者會出招 我不知道是否2700 還是2750 還是怎樣 但是市場是有這個預期 覺得經濟也好 或者股市也好 我想特別是經濟 其實會出招 我自己就傾向 因為這兩個星期 李強和習近平 都會有些外防 所以正路應該是在這個 新年 太想放假 在這個中秋之後 就會出招 最大機會就肯定是降準 因為第一 美國18號應該是減息的 第二 最近內地的經濟數據 不算出口 包括CPI、PPI和進口 都是弱的 星期六出的數據 我想都不能太忌義厚望 第三 就是上個星期尾 我們打風時間 其實人民銀行都有說過 降準就有空間 減息就有製走 所以幾件事加起來 我都很確信 在18號打後 是會降準的 當然我也是那句 我不是天真到一降準 市場就會有四萬點 不是的 起碼衝起下 唯一問題就是 你知我知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就在17000點 有人買貨 真是掃到173、174、175 大家是不是還是追貨 我想到時候 就看成交 看A股和外圍 但是暫時來說 都是回到我們一開始的結論 都是說低賣就高沽 這個走勢就沒有錯了 好啦 拉上3690的話 我想其實 因為始終它相對高位 122、124的話 假設大市真的開始調 其實你再去追回美股 去投入它 其實應該還有稅位 所以我想 大市都會看得比較重 美團我也是死心不惜 是想和它死過的 不過現在呢 現在你的勢強 我不搞你了 但是那個勢強在我那裡 我就連續出招了 就是希望轟爆你的 所以這個就是補充少少 還有就是國慶 很多人都說中秋 國慶就要救市 最後真正講 不要緊 我不是跟你說拿政股 我現在跟你說卵政 總之大家覺得是就可以了 這裡會對低位來說 有個支撐 好笑 我想說阿陳家寶剛剛留言 阿爺今年都出了很多招 但是A股都是吃招 我不明白了這些 我剛才也是提過的 我真的不覺得 出一兩招扭轉整件事 不過就是叫做在這些市況之下衝起一下 我們都是卵政的 你夾上200點我閃了 我去半島吃T 我還看你們兩個月後的數據有沒有改善 不會的了 所以就 不過內地經濟 我在其他節目都有提到 而再是這樣情況 其實今年達到5%的目標 是有難度的 那再看情況 那就不說那麼多長線的事了 OK 好了 謝謝比比 剛剛我在留言區 溫先生 對不起溫先生 怎麼改口 好難改 好了 謝謝溫先生 剛才說過的論證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啦好啦 其實我自己私下都在留言區給了939 因為你說出招衝起 我都給了700牛和939叫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去看一下 好謝謝 以上所說的股份 我就是持有3690的好倉 謝謝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